我們臺灣是以農立國 不過跟我們在農事大部分 要是可能在做 來自全國設計新武機械屬的 學生三峰丹的病棟 是設計全主動的農業機械比賽 這比賽是要讓機械 但沒有人控制機械 可以順利完成所有這個地方的障礙 雖然這些設計只不過是剛開始而已 不過是希望這些學生 未來可以為臺灣開發出 第一代主動化的農業機器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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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他先向上加油 因應設計了一檔的主動化機械 現在要入餐時間 看看是不是可以自己打團地形 驚亂專頂 加油 加油 沒有便宜的餐廳 如果機械真切不健康 教授能力的速度 就像這樣連機械一山都有困難 竟然是要打團前面有餐廳 必須要回來 這還會給我另外一個餐廳 賣機械一直撞拔 因為它場地的凹凸會造成車體會偏左或偏右 然後如果剛好那個場地的牆壁 如果有一個某個角度 會讓我們的感測器會造成發散 就某個角度它就反射就發散 沒有辦法讓它回程資訊 透過超雲坡 如果像不一樣的設計 他先要讓這台機械自己擁用地形 自己做應變 我們都實在沒辦法 憑克帶這台機械頭一次 順利走完專頂 專頂麻雄打破了 為了要讓這個減輕農民的負擔 所以我們利用一個田間自走式的機具 讓這個田間的機器人 能夠在田裡面能夠走得很順暢 然後代替農民擦秧跟灑水 國國已經有可以全主動拆取農作部的機具 台灣已農業立國 但是到現在台北方的農事 也是以人工為主 這群學生希望可以運用這些管理和技術 未來幫台灣開發出主動化的農業機械 讓農民不用擔心扣熱禪 記者我們要從來唱片好評論不得